賴清德也被學生問到說呢 想要和哪位國家元首共進晚餐 他表示最想要跟中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吃飯 並且會勸他放輕鬆點 和平對大家都有好處 鑽身不退 我現在正在應徵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 還沒有想到要退休耶 習近平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如果我有機會跟他共用晚餐的話呢 我會勸他放輕鬆一點 不用你壓力很大 人民的福祉是最重要的 和平對大家都有好處 很害怕 扶還有 월來 Madagascene 有 重 ちゃん ifer 你們 ? 根 呢 呢 藍